行车超速不仅危险荷包也会失险 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了去年度 县内测速照相赶王 就在投屋乡 台13线24.2公里 总共取缔了有7,180件 另外最高速违规是重机在后龙 台61线97.55公里处 时速竟然飙破了195公里 遭罚3万6千元 投屋乡台13线24.2公里处 正好是下坡路段 高架桥下方测速照相感提醒减速 但去年开出了7000多件的超速罚单 该出的话临近投屋交流道 然后又是出入苗栗 还有投屋市区的主要干道 测流量又比较大 再加上那边是大下坡 然后我们当初设立的目的的话 也有考量到说那附近的插入口 也算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在该处有设立 那个固定测速照相感 苗栗县警察局公布 去年共取缔4万6千多件 前三名分别是投屋乡台13线 24.2公里 7,180件 后龙镇台61线97.55公里 6,187件 南庄乡 县道124以线2.9公里 2688件 而众多的超速案件中 后龙镇台61线97.55公里处 一台重机时速飙迫195公里 随着交通薪质上路 驾驶荷包也大失血 薪质的话 最大的不同就是说 从严重超速的话 从原本的60公里 然后缩减为严重超速40公里 那另外的话 在罚缓的部分 从原先的上限2万4千元 然后调整到3万6千元的罚缓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已经违反了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43条严重超速的规定 那处新台币3万6千元罚缓 然后并掉扣该车牌照半年 警方公布测速赶往 再次提醒用路人 危险路段得放慢速度 别乘一时之快 不止罚弹药角 也可能陷入事故的危险中